你要做他的 這樣也不行的 因為已經立了國安法 接著就是警察 你的同事的東西 給你好不好 這三斤都是的 非常厲害 有沒有人不認識我? 大家好 我介紹我自己 我是Aman 之前做了17年的警務人員 這10年同時從事保安 保錶的工作 最近這一年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在視頻裡面經常出現 我最主力做的事情 就是支持我們香港警察 嚴正執法 就是反對這個暴力 還有我們想我們香港 盡快都會回復和平和安靈 所以我們都要 真的不同的時間都要出來 支持警察 最近我們看到 去年黑暴事件 警察被他們侮辱也是很重要 是吧 他們都把我們警察為黑警 又要起很多警察的家人的底 經過現在有了國安法 是不是好了很多? 是 但是在7月1號 但是我想說我們幾個 你想說什麼? 不是幾個 你先拒絕 現在真的好了很多 因為我這個禮拜也有出前線 對著很多黃的陣營 他們連那個禁 以前經常叫的那個口號 有沒有聽過《光霍香港》 是呀 是他們禁語來的 是呀 我去過前線幾個他們的 他們的街站 我問你敢不敢叫 那個譚瑋幫 不敢 五大搜求是什麼 不敢 是呀 所以7月1號 我也說回這件事 我們是否看到 是否很生氣 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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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这个暴徒已经坐了12点那张班机 打算去英国在那里挠草逃跑 都被我们看警方在飞机上拉倒是吗? 是! 所以我们想让我们看一看 另外今天也有个好消息 今天警方已经将协助他 当日除了他那个暴徒刺人之外 还有五个男两个女儿都协助他 阻止他隐逃走 都阻止警方的爆爆帅 他有攻击过爆帅 今天都被抓到了 是吗? 所以我们经常觉得 香港是靠我们香港警察去拘捕罪犯的 但是也要透过法律 要公平公正去审讯罪犯 是吗? 是! 所以我们接下来也要多做这方面的事 现在我都将时间交给彭律师 是! 是! 好! 多谢大家 大家好 今天呢 其实就带着一些很兴奋的心情来 因为呢 其实呢 我立刻细访呢 都是为了香港电台 就是亂禁 用政府的赤 但是呢 就经常呢 就去诋毁 就是半黑政府 那批评本来就是改善的方法 但是他那种不是批评呢 就变成了抹黑啊 抵毁啊 就是丑化政府啊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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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aya 那اي 所以呢 我看到 Rahко 漫哥 每个身边呢 有这么多她们 这么爱国爱港的 就是溶顿时 是靠 Irvin えー 所以今天呢 看到大家呢 即是 那怎么呢 希望以后我们自己都很厉害 你會知道我年紀大 所以叫我做老師 無論如何 我們到這裏很開心 希望我們將來更多合作 為了香港的排名穩定 希望我們的愛國教育 能夠在香港發展下去 好嗎? 謝謝大家 現在香港電台 沒有了《投庭新聞》的節目 對 但梁家榮還未下海 應該下海 我也帶過三次隊去香港電台 去他門口示威 我們要求取消《投庭新聞》 兼且要梁家榮下台 最近大家知不知空姐有肉飯 是 他申請一個私人入律 投訴梁家榮行政失蹤 但第一次法官不受理 但在現在這個三點這個時間 空姐就在九龍裁判處那裏 西九龍裁判處那裏 就進行這個上訴的覆核 對 他上訴的覆核 所以我們希望他可以成功好嗎? 好 好 所以我們不要給黃營的奸臣去執拯 因為香港是中國的地方 而他在這裏收這個電台 收政府的人工 不停去反中亂港 是沒有過份啊 是 他完全是幫黃營的發聲 但是你出政府糧 很多一半都是公務員來的 所以我們是完全不能容忍 他不停去反中國 反香港 是 所以香港呢 經常都是說什麼 言論自由 身份自由 採編自主 其實他們自己忘記了自己就是公務員 今天的國安法通過之後 現在所有公務員都應該要宣誓 是 是 是 這個呢 其實呢 在十幾萬公務員來講呢 應該要盡快執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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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而且他特意做一些事情去破壞的時候 香港的市民就很多時候說 為什麼政府做得不好 那你就誤會了政府那種行政效率 所以我覺得在大家一起推動這件事的時候 那種成果都會逐漸顯出來 所以我相信6月30號 全國人大通過這個國安法的時候 大家是最輕群的一項 香港真的是分手 去年6月搞到今年6月 這十幾個月 大家作為一個愛國的人 在街上都不敢大聲說 這個社會點成社會 在自己的國土上都被人欺利 社會不可能再次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們7月1號 我們就很大聲可以唱國歌了 9年7月1號無力行促 但是今年的7月1號 我們整個香港的氣氛是完全不同的 是 所以我們有國才有家 還有不可以被人破壞我們的家 是 所以我們要堅持愛國愛港的理念 是不會變的 是 希望大家如果日後有空 都多點跟著彭老師出來 跟著我們出來 安全底下 我們支持一個愛國的信業好不好 好 支持警察的表達我們聲音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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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OK 還有戴耀婷 另外我想補充一下 我叫世廣 現在國安法成立了到一段時間 但是仍然有很多區的區議員的辦事處 是仍然張貼著這些這樣的反國安法和港獨宣傳的可文 貼在他辦事處 我想民政事務處也好 政府有關相關部門也好 麻煩你盡快去執法 沒錯 去處理這些問題 你在街上出來示威 帶著一些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甚至港獨的標語都已經構成了國安法 他依然辦事處 難道他不違法嗎 希望政府的部門全面去執法 其實我們都可以大家有時間 我們要找一個人 拉著橫額 拉著這些照片和證據 去民政事務處 遞信給專員 因為他出費的錢 政府給他的辦事處開支 那辦事處開支 為什麼要來反政府 我們做市民都可以出聲 政府看到很多市民都支持他 要做好這件工作 我都分享一下一些經驗 我從去年9月到現在 我投訴超過10個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 我有去過警署 有去過廉政公署 大家是不是很記得有一個叫做李文浩 可能你們還沒記得他的名字 他那個藍絲與狗不得進入 是不是很恐怖 就是他勾起我們國仇家恆 好像日本仔時代 他說真的 華人與狗不得進入那一套 就完全相後我們中國人國家和香港的感情 所以我那次也有上去辦事處 我說我是藍絲的人 我說我們代表當區有當區的居密 你服不服務我們 他說不服務 因為你 我說我不服務你 這樣 這件事我們都要 因為我以前當過警察 我也知道 去投訴一個人要有足夠的證據 是要有人證和物證的 是 當然了警方也要當我拿了口供 但是這件事都要交給警方去嚴責去執法 還有去調查好嗎 是 所以除了他之外 還有很多個區議員 或者是立法會議員我都投訴過 因為他們經常都是做這些 違背國家的行為 就是好像林卓廷那些 或者歐樂軒那些 就是個個都是拿著反中亂港 來拿去的人血萬求 是 所以我們如果可以的話 就像阿鵬老師所說的 我們總共一班人 去不同的組織 不同的部門 都可以投訴他們 總之不要讓他們的惡勢力得逞 我們就可以發到我們的聲音 是不是 所以今天我們可以調轉 弄一些牌 問問他 你是不是中國人 是香港人 你是不是狗 如果你覺得香港人是中國人 你自己 首先要自己表達 是自己的 狗又不是 所以這些就是一個反教材 令到他自己知道自己過去 就是看不起自己中國人 那種的可恥 就是很差 以前國安法的時候 他們很大聲的 很會反駁的 現在有國安法之後 你們可以說他 他就真的不敢說 有些死位和死要 大家要懂得 但是就不要衝動 也不要做任何違法的行為 但是大家可以理直 氣壯去表達 我們效忠 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不是 是 如果他反對的話 就DQ他 是他進不了陣 哈哈 藍衣都會說 他都要下中 他又不是說要初選嗎 初選 他又說 11、12日搞 初選那個 他們的制選 他們的初選 第二幾天就是他們 和泛民的初選 是否犯法的呢 最多比例的民意代表出來推選 其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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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耀廷自己就說自己不犯法 但是這次這個國家安全法例呢 那四大重要的呢 就是 當你去組織一些選舉 那些選舉 那些選舉是為害香港和國家安全的話呢 其實都有抵觸法例的機會 那你看看 他們一路的主張 他們的主張 都是衝擊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 那所以呢 他現在再搞這個所謂的初選呢 其實是合不合法呢 合不合法呢 一定是有這個法律的灰色地帶 嗯 我覺得他們只要做得過份 你一樣是要難逃法案 一定是難逃法案 還有他們戴耀廷呢 身為一個大學的教授呢 他教什麼呢 違法達言 他明明知道那件事是違法 違法佔中 違法了之後呢 就要去再立法 那這件事呢 身為一個教授呢 他是荼毒我們這些 香港的陽青的學子 所以現在大學就很多 我最近都去了三四間大學 我直接進去 尤其是香港教育大學 你看看他們的文宣 他們就是荼毒一些學子呢 就是要令他們出來 要搞革命 這件事才最恐怖 因為香港教育大學是培養老師的地方 而我們培養老師的地方呢 是令到我們香港 現在這兩三代人呢 是沒有國 沒有家 沒有我們祖宗的觀念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都要加強我們的力度 去打擊這批 就是誤人子弟的 真是教育的靜棍 沒錯 正中是恐怖分子基地 是 那還有什麼補充呢 那今天節目就來到這一部分 那都是那四樣東西 那MANGO頻道 大家就訂閱 按個鈴鐺 留言 讚好 好 那下次再見 我今天很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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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收拾這個 OK 那我彭Sir 你這樣